建筑窜出浓烟 大量火箭飞来 有建筑被击中 多地升起黑烟 以色列南部港城阿什克隆 遭到来自加萨的火箭突袭 周二这波攻势 哈马斯早预告 他们告诉人们 5分钟 我们到这里 5分钟到5分钟 时间一到哈马斯就展开袭击 发射了火箭5分钟 至少200枚 波炸巨响就连躲在防控处的CNN记者都能听到 而以北的台拉维夫原本还在举行记者会 却被警报声打断 海滩上细水的民众惊恐逃离 回顾哈马斯攻击 从10月7号清晨6点半开始 第一轮攻击 至少5000枚飞弹落在以色列南部和中部 从紧邻加萨的南部城镇 阿什克隆 斯德洛特 奥法基姆 甚至台拉维夫和耶路撒冷 接着哈马斯大军冲出加萨 突袭27个以色列地点 同一天上午以色列宣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 10月8号哈马斯宣称已经控制斯德洛特警察局 加萨边境至少6地激战 10月9号下午哈马斯威胁 若是为警告就抛袭加萨将杀人职 10月10号则是锁定南部港城阿什克隆 以色列和哈马斯两方战火恐怕会从空战推进成地面战 TVBS新闻正好过头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